有很多人會告訴我他聯想到蘇打綠的我好想你 然後也很巧的是 因為我跟清風是Facebook上的朋友 然後這首歌的MV一播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轉貼在他的牆上 然後他就寫說阿超什麼時候我們要來回作 我好想你加上我想你我好想你 就是超想的那首歌 那我很希望真的有這個機會 然後也可以照清風他的願望 就是希望他的願望可以實現 有實現的那一天 那為什麼剛才這兩首歌 郵差之歌跟我想你 我好想你這首歌會把它排在一起 中間沒有什麼休息 是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兩首歌 他們有一種很微妙的關係 一種好像是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 在講一個職業或是講一種寂寞 然後到了下一首歌雖然是同一個調 但是就馬上變成是自己 完全壓抑不住自己的情感的那種宣洩 所以我就一直很喜歡這兩首歌 擺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接下來要分享的是一首比較溫暖的創作 那這首創作叫做《長河》 它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很像華爾滋的一個三拍子的音樂的曲調 但是這首歌對我而言 一直是我心中對於生命的一種感受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每個人的生命 每個人的生活或是每個人的經歷 在這一切當中其實都不盡相同 就像一條一條長長的河流 有時候會面臨到屬於自己的石頭 或是屬於自己的阻礙或是自己的波瀾 但是到了最後我們都還是會流入同一片大海 那也許在生命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教會的那一天 那就是緣分帶給我們的 所以分享給大家 也很開心今天 大家可以聚在這邊 所以把這首歌獻給你們唱好了 唱歌獻給你們唱 她說了一句再見 在我們相遇的點 生命時不斷告別 再勇敢迎接明天 再勇敢迎接明天 你的恩怨 刻畫曾擁有的那一夜 留不下的那瘋狂的歲月 從不曾虧欠 哪個誰 把清光圍成全 跑著時光節奏 雙腳隨他擺動 牽起手 在生命場河中 在生命場河中 感謝你的停泊 我們終將重逢 在大海的盡頭 拍照 唱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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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愛得好久不見 想像中女很耀眼 我們重逢的那天 何時在什麼地點 你的臉 刻畫曾擁有的那一夜 留不下的那瘋狂的歲月 從不曾虧欠 那個誰也 把今晚為一生前 踏著時光劍奏 雙腳隨他擺動 牽起手 在生命長河中 感謝你的停泊 我們終將重逢 在大海的盡頭 啦啦啦啦啦 這是我們的歌 我們一起唱歌 啦啦啦啦啦 唱著這首歌 沒有誰是寂寞 沒有誰是寂寞 唱著這首歌 希望你們都不會感覺到寂寞 唱好了 謝謝